中校東路走一遭就屬這區最糟糕 中校東路走九遍 中校東路從一段到七段 全長約12公里 記者雖然沒有辦法走九遍 但可以認認真真的看查一回 記者目前位在中校東路一段上 就要來實地看查一段到七段 的公租店面到底有多少 一段到七段可概分為幾大塊區域 依序為鄭郊區 文藝住宅區 商業區跟住宅區 中校東路一段以行政院為起點 在捷運善道四站附近 商業區塊以喜來的飯店為周星 附近有富航豆漿 一直走到行神高架橋的 中校東路二段一帶 旁邊就是文藝氣息濃厚的 華山文創園區 這兩段的商業氣息都較低 路上幾乎看不到招組廣告 記者在777來到捷運中校行神站附近 這裡是以台北科技大學為起點的中校東路三段 銀行證券業等商辦大樓林立 店面變得較為多元 食衣 娛樂 各種類型店面通通都有 過了建國高架 來到屬於住宅區的正義國宅 靠著住戶消費撐起三段店面 再走不遠就來到捷運中校復興站 過了復興南路就來到中校東路四段 記者目前位在中校東路四段 而這裡是空族店面的重災區 而下月24號又一知名餐廳 永福樓將要退租東區 這裡原本有永福樓 普吉小廚跟SASA 現在一樓鐵門全部拉下 顯得十分蕭條 招組的店面暫時出租給特賣會 頂號廣場旁的一樓店面還在招組中 再一轉頭又看見大大的招組廣告 這裡商業活動最熱絡 但同時結編店的空置率也是最高 就是看到一些店家都已經倒光了 就覺得人好像比較少 很多以前看到的店也都 就是都不見了 我覺得是租金太貴耶 你有覺得都是越來越難逛嗎 有 有 專家表示四段的每月每坪租金 落在一萬二到兩萬元 價位之高令人炸舌 連便利商店也不敢乘租街邊店 中校東路四段還沒走完 來到中校敦化一帶 自從韓系服飾品牌SPA & MIXO退出後 總面積約900坪的店面還在招租 可怕的空租效應 甚至蔓延到國父紀念館附近的巷弄內 還滿高的 初估20%左右 像我們這種大小一個月大概3萬多 這邊大概20坪上下 然後八九萬塊 我們延宜街這一段大概是這個價錢 然後到中校東路那邊就是10萬塊以上 拐進光復南路180項 小七旁的冰店在招租 隔美兩張店又一大大的招租看板 來到中校東路五段被統一時代微風百貨包圍 市府捷運轉、轉運站都在這 靠著上班族在地居民人潮 這裡空宿率低 而且街邊店多以餐飲業為主 繼續往下騎來到六段七段 這時候天都黑了 熱鬧程度也一路往下滑 導路兩側已幾乎卡不到店面 既非住宅區也非上月區 實際在中校東路走一遭 就屬著那的四段最多空點面